当初不听家人劝告16万每买本田CRV或者丰田融放 提了国产国人瞧不起的奇瑞瑞湖9 跑了几次高速才知道这款车子太牛了 先看它的底盘吧悬架 两个针的尾器一边一个 属于双边单粗的设计很粗 因为它是400的扭矩261的马力 并且独立悬架非常粗非常壮 仰角能看到这个位置 它是铝合金材质的 但是悬架都是双层冲压的钢板悬架 做了一些打孔千里花的处理 看看这个支架非常粗壮 后面的这个支架 仰角铝合金的能看到 要比日虎巴日虎巴巴拉斯的悬架更加粗壮 更加厚 副车架也是非常壮大 毕竟这个车子很大 整台车的前脸 近期戈山是瀑布式的 这样做非常大气这样设计 非常稳重 两颗大灯看得也是非常的炯炯有神的 它这个奇瑞的logo是用那种镜面的设计 这样看得更加的豪华高档一些 毕竟是奇瑞的旗舰型SUV 看看这两颗大灯 真的就像老虎眼一样盯着前方 非常的霸气有神 当然如果是30岁以下的人群 就不要看这台车子了 适合于40岁左右的人去开它 稳重成熟大气 看看这个车标 下面一个小摄像头 一个车标 上面机器发动机盖 做了一个冲压的纹理设计 这样丑的线条更加优美 更加立体感 尾部把这个logo改成了一个质母 而且贯穿式的尾灯 打点亮之后非常的漂亮 动力上是匹配奇瑞最新的 2.0T高功率发动机 400.9G 261的马力 匹配的是一个爱信的8AT变速箱 还有双离合版本 双离合我不建议购买 尽量买这个爱信8AT版本 更加优秀一些 市区代步这么大个车子 油耗要载9个到10个 跑高速几乎是8个之间 还是不错的 特别这个车的跑高速的 隔音静音表现是特别好的 而且还不累 要比贯道 哈勒拿隔音好 席